两年前下载了EGO这款素材管理软件 那如今我已经彻底离不开它了 我愿称之为Mac上最好用的素材管理软件 那不管你是自媒体还是设计师 摄影师 那都能用它来搭建专属于个人的素材库 所以它到底好在哪里呢 那今天我会从素材的收集 整理 查找和浏览 这四个方面分别来做介绍 用EGO收集图片特别的优雅 只需要轻轻拖拽图片就能够保存成功 更厉害的是有些网站锁定了右键存图 比如苹果官网 但你还是可以通过点按alt加右键来保存图片 你以为这就完了 EGO想的更多 以往我们保存高清图片需要点开大图再保存 而在EGO当中则默认帮你保存高清大图 免去了繁琐的步骤 那如果我想保存网页上的所有图片该怎么办呢 在没有EGO的情况下 你需要挨个点击每张图片 而有了EGO只需要一键就能够下载 在网页上的所有图片 我的天哪 完成了对素材的收集 接下来对素材的整理 更考验一款软件的功力 在EGO当中整理素材也十分的方便 它内置了一个未分类的tab 点击就能看到所有还未分类的图片 你可以把它们放入对应的文件夹 或是打上相应的标签 那我的使用习惯呢 会优先设置文件夹 把图片放入到对应的文件夹当中 以这张图为例啊 先点击图片 然后点击右侧的添加文件夹 选择你想添加的文件夹即可 打标签的方法也十分的简单 系统会自动联想几个标签供你选择 或者你自己输入 它一次性可以输入多个关键词 中间用逗号隔开即可 那除了人人都会用的搜索 EGO还提供了更多维度的筛选功能 可以用颜色形状标签等各种维度 迅速揪出你想找的文件 和传统的文件管理器 需要搜索硬盘不同啊 EGO的搜索都运行在内存上 那这意味着 就算你有几十万份的文件 它的速度也不会打折扣 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在EGO当中预览图片也很方便 它的逻辑和在Mac中预览图片一致 只需要点击空格键 就能够快速预览照片 那除了图片之外啊 视频音频甚至字体都不在话下 对了它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不得不提一下 那就是所有的素材 都会直接拖拽进软件里 你在剪辑视频或者是做图的时候 需要用什么素材 直接从EGO拖拽 别提多方便了 EGO在内侧的4.0版本 加入了全新的插件系统 内置的几个插件 又进一步提升了处理图片的效率 平常我想要透明底的图片 就用自动去背景的插件 想要转换图片格式 就用图像格式转换器 几秒钟就能够处理好 真的老方便了家人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戴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